吉安湘新建庆丰社区活动中心在10月2号举行的落成启用典礼 包括了县长徐中卫、立委傅昆琪还有多位的县员代表及村长都到场祝贺 结合原本旧馆两座活动中心使用范围是更加宽广了 这样可以让社区民众有更舒适足够的场域来进行更多精彩的课程和活动 历经270个工作天 吉安湘庆丰村新建活动中心在10月2号举行落成启用典礼 厢长游楚贞感谢中央地方协力 让清风村民可以有更宽广舒适的休闲活动空间 拼应高频率的使用以及清风的人口树 我们保存了旧的建筑物增建了新的活动中心 让新旧可以供购以外更多带来了广场的使用 我们相信乐活在吉安 饮法等世界跟氛围的成长学习 满足了运动 休闲 舞蹈 演习共够在清风 今天我们也带来了街牌 相信透过了激进一年 由中央内政部补助400万 县府挹注500万 吉安湘智筹700万 总建设金费1600万完成的活动中心 未来提供给乡亲更加的适性的使用 空间也能够满足大家不同的成长演习 在清风 县长徐中卫 立委傅关琪都出席启用典礼 他们也乐见地方有完善的场所 让民众可以多加使用 恭喜我们清风村这一次我们的村活动中心 能够再盖一个新的 尤其是跟我们的旧的遥遥相对 就在中间共享中间的场地 我们在每一个社区活动中心 或者是村活动中心 每一年我们都给予相当的调查和协助 就是希望社区活动中心和村里活动中心 都能够成为我们村和里 大家一起资源共享 而且走出家门跨院厅堂 来到这里健康快乐 这个场地做得非常的好 这设施设备也非常的齐全 而且呢二楼也有准备 当我们使用量 我们使用量到这个复合需要 在增见的时候 我们二楼还可以再兴建 那当然电梯 一楼的地方也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从老人馆 到旧活动中心 新活动中心 我想我们清风村 实际 虽然呼吸人口八千 实际人口超过一万人以上了 因为有些学籍的问题 所以呢很多啊 我们吉安乡是生活的好环境 所以大家都喜欢搬到吉安乡来 尤其我们清风村啊 一直蓬勃的发展 乡长游淑珍表示 新的活动中心落成之后 将提供社区更完善的服务据点 包括长照服务 多元学习 运动休闲 亲子乐活等 让全年龄层的民众 都可以在这里 快乐共学 幸福生活 谢旅会 吉安乡报道